各位早上平安 大家是否对自己的呼召感到很迷茫呢 我们都知道神呼召我们做祂尊贵的器皿 为的就是成就祂的使命 那对于神的呼召有两种的反应 一种是感觉不到神的呼召 或觉得自己很软弱 心里就感到很内疚 比如有些人的呼召 有些信徒认为 我知道神要使用我 但是我没有像其他人这么激情 这么有感动 也觉得自己有很多欠缺的地方 例如没有讲到的恩赐 人缘也没有这么好等等 那另一种是确定自己需要关心和添补教会的欠缺 但是要觉得被需要 才能够让他们更能活出神的呼召 比如我相信神的呼召 但是还不够 心里要觉得教会需要他 人需要他 才有那种目的和紧迫感 各位你是属于哪一种呢 你是感到内疚 还是觉得不被需要呢 我个人有时候也会感到内疚 因为要做主的功 我认为一定要有感动 要有恩赐才能做的 倘若我没有感动 也认为自己很软弱的时候 心里就会很内疚 对于很多在上班的基督徒 也一直要找出自己的呼召 但是因为被很多事残累 或是认为自己还在爱世界 因此感到内疚 各位 无论你是处在哪一种的反应 我们都要得到一个确据 神的呼召是应许来的 绝对不是条件性的 那今天我们要得到对神呼召的三个结论 那第一个结论就是被需要 我们每个人都要感到被需要的时候 但是我们要问自己 是为了什么呢 或许你要看到教会需要你 家人需要你 公司需要你 才能更发挥自己的潜能与恩赐 倘若人一旦不觉得被需要时 就会推缩 比如通常教会比较看重弟兄来领导 所以姐妹就会觉得自己是微不足道的 或者只有牧师传道才比较被需要 所以认为自己不那么重要了 然而在哥林多前书12章7节教导我们说 圣灵显在个人身上 是教人得益处 各位我们的恩赐 才干 兴趣和激情 不是为了自己要得到什么 乃是有神更大的目的 那就是教我们的肢体 家人 甚至朋友都得到福音的益处 而这福音的益处呢 是接着圣灵而成就的 跟我们的条件无关 我们所拥有的 若没有用在拯救人 叫人更靠近神的 这些没有圣灵的帮助 绝对是没有益处的 就算自己什么都没有 那就用什么都没有的 来叫那些跟你一样的 能得到安慰 所以若要觉得被需要 不是只有需要你有的恩赐和才干 更是需要的是你里面的圣灵 所拥有神的爱与恩典 这是人人都需要的地方 叫人得到福音的好处 这就是你的呼召了 那第二个结论就是 神的呼召是最不实际的 怎么说呢 世人都很实际 看的选中的 总是外表好的条件 但是在神的呼召里 却是最不实际的 在圣经里面 上帝不断的拣选 最合格的候选人 来做他的上工 是那些贫穷的 卑微的 说谎的 甚至有不顺从他的人 想想保罗 是曾经逼迫基督徒的 拉荷是个妓女 却在基督的家谱里面 大卫是微不足道的牧童 也犯了罪 彼得是个没有学问的渔夫 等等 其实圣经里面 还有很多神所呼召的子民 都是看起来最没有资格 却是神大大重用的人 我们看哥林多前书 一章28到29节说 神也拣选了世上悲贱的 被人厌恶的 以及那无有的 唯要废掉那有的 使一切有血气的 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 所以各位 虽然我们都听了 这些圣经为人的见证 也知道神不是看我们的条件 来拣选我们的 但是因为人的眼光 很容易就会跑进人的水准 人的条件 所以我们还是要再提醒自己 也不断的确认的就是 不要让那些实际的条件 来衡量或否定我们的呼召 就像一个卑微的女子 变成了灰姑娘 所以神的荣耀 是在最不可能的人身上 最要闪亮的了 那最后 第三个结论就是 不一定要成为殉道者 才是被神呼召 很多基督徒都认为 有苦难才算是在神的呼召里 如果没有苦难 这是不对了 或者这是一种 内疚的心态吧 我以前也会这样觉得 因为自己有罪 所以要受一些苦难 才是正常的 好像越苦 越是叫我心里好过一些 当然神的子民 一定会经历一些苦难 但是神要我们经过苦难 不是叫我们更苦 那是叫我们有喜乐 有满足 好叫别人能看到 我们里面的基督 比如神要你去做 你不想做的事 你是勉强的做 靠意志力去做 还是因为背后有神最美好的计划 和神最美好的带领呢 约翰派伯说过一句话 神的荣耀最彰显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是当我们在他里面最满足的时候了 这句话告诉我们在跟从神的图景 虽然有苦难 但仍然有喜乐 有满足 各位 神的呼召会有苦难 但不是叫我们更苦 但是心中更有喜乐和满足了 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们 神的呼召是应许 是不会改变的 所以各位 让我们在神面前 显察自己的动机 是否神的呼召是引我们 走在更内疚 更自满 还是走在永生的道路呢 愿神的呼召 将我们更向往天国的事 多过自己的事了 祝福大家 祝福大家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